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半了 我和牛哥已经到达了这个格达县 其实我们是中午十二点到的 然后准备去做核酸 去了那趟人民医院 然后人家下班了要等两点半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离县城大概有十公里吧 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 仅挨着这个317国道 主要是县城里边真不好停车呀 县城也是在这两座山之间的 路也在修路 特别的特别的不好走 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牛哥咱们去坐核酸吧 现在快两点半了吧 就开我的车区就行了 对把你车放在这吧 对那路太窄了里边 把这个东西都收拾上边去吧 行 我收拾收拾 牛哥不坐前半了 前半太热了 我坐在后面坐床上 我们一坐着也可以躺着 多舒服 帅不着 那你坐后边来回晃不晕车吗 不晕车 晕车就躺下了 那就行 这里就是格达县城 它是夹在两座山中间 路太窄了 再加上这边修路啊 停车很不好停的 看这蓝天白云 我感觉这边的县城啊 比那个甘孜县城好多了 这边它有那个高楼 这里就感觉是像个新城区 对 它是个老城区那种感觉 它这边有高楼什么的 它就是夹在两座山中间了 对对对 看到前面这个小车了吗 这是县城的公交车 就是这种 非常的小的 现在到地方了 排队 看到这边的车了吗 都是过来坐核酸的 都要进藏的 大宝马 哇 这么多人 这个小路 要从这儿进排队 看这么多人 看到一辆魔旅的 也是过在坐核酸的 饿 哇 这个山香的 这个骑摩托车的 坐完核酸了 带着头盔 我要带两层 它准备要出发了 我要往下走 我以为要往上走 走那个317去了 现在坐完核酸了 不过317进藏嘛 它要一个纸质的那个单子 要等那个晚上八点半之后 过来拿 才能进藏的 电子板的 是进不了藏的 买了点洋菜 买了点水果 你买的什么水果 我买的在那中央买的不一样 我买的苹果和 这儿呢 还正好 这么默契吗 还有鸡蛋 那我等一下把这桃洗一洗 都洗洗吧 你想吃什么 买苹果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不敢多买 因为我知道我不爱吃的水果 我咬一口 所有的水都扔掉了 不敢多买 以前尝尝好吃的 可以在明天买 这么多水果 桃 苹果 油桃什么的 这里就是卫生间 在这儿洗吧 洗洗就行 水果洗好了 你自己下来拿 你想吃那个就拿那个 中暑了 我先去买它 中暑了 就是坐喝三的时候 把它放车里 把车放在这儿 然后给它开着风扇 那也不行 太热了 这个没事是吧 它没事 他挺会享受的呀 他一直在上 就看在这儿有风扇 这个就是太热了 把它给装死了 等人给它降温 那等晚上我去拿那个核酸报告 我去哪就行了 到时候你把这个给我就行 你去去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半了 我们中午去做的核酸吧 现在报告已经下来了 我和牛哥要去那个 人民医院去拿那个纸张的 不拿纸张的进不了葬 叫牛哥 牛哥 就是那个核酸报告下来了 我正在这儿看 出来了 去拿吗 你自己去吧 你咋来 我有点发音感觉是 不会又搞发了吧 我感觉是 在家今天中午特别的热 咱去做核酸的时候 那么太热了 后来就不大舒服 你快自己去 我给你单了 你把单子给我 还拿不拿身份证啊 不用拿这么 咱就是做了这个 不用身份证是吧 今天做的时候 当时是两张单子嘛 交给医院一张 再拿回一张 就拿这个七楼给他就行了 是吧 换咱那个简单报告就行了 行 哦 有这个单号就行了 行 那你待这儿吧 还需要买什么东西吗 不需要 基本上都有了是吧 嗯 行 麻烦你了 没事没事 你待这儿吧 好 啊 核酸报告拿完了 明天就可以进葬了 现在回到露营地了 我把车听到这个位置了 本来是把车带那个位置来的 离这三一七过道远一点 他晚上过大吃一辆接一辆的 但是不好过了 这里又过来两个自驾游的 他们是从三一八进 三一七出去了 这个是云南的那个是重庆的 晚上有伴的四辆车 前面嘛有一个演艺中心就是酒吧 还有一个KTV好像就这两个晚上开 别的不开 我们露营的这个地方它叫酒吧一条街的 厅车场 这里停车是免费的 它这里整个是一个什么 康巴什么中心啊 挺大挺大的 白天没什么人晚上夜生活比较好吧 都过来玩来了 再往前走的话景色也挺漂亮的 我就不去了 我准备回车里了 太冷太冷了 牛哥在那里 排夜景的